来到新疆创业将近28年 台湾人胡龙辉早已把新疆当作了自己的故乡 在广袤的西北 他自称把青春献给了新疆 有了家庭 有了孩子 还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汽车修理厂 胡龙辉感到人生天地辽阔 岁月似乎给他刻上了难忘的回忆 上世纪60年代初 出生于台北的胡龙辉 胡龙辉15岁起 就在当地一家汽车维修店铺中打工 30岁时 一次不经意的西北行 开启了人生的第一次创业 93年的9月28号 那是第一次来朋友介绍来考察 说实话 当时从建筑上来说 从车辆的档次跟这个数量来说 不像现在那么好 跟我们老家做一个相对的一个对比 从物件上来说 便宜了很多 你看当时吃完牛肉面 一块钱 跟我们老家比都差了好多倍的 物价便宜吸引了胡龙辉 但由于当时的新疆工业并不发达 汽车修理行业基础薄弱 还是让胡龙辉打了退堂股 一年后 胡龙辉不甘心 再次来到新疆考察市场 这一次 胡龙辉转变了对新疆汽车修理市场的看法 93年94年那一会儿 在新疆这边没有CS店 那么我是从这汽车专业 是一个维修来讲的话 那么在当地当时的一个技术 一个经验 一个设备 是比较欠缺的 所以这方面我们在老家的时候 是比较 经验是比较丰富的 而且设备也比较好 所以当时来这边 一个物价也便宜 那么另外一个是 我们的行业是比较专业 所以当时的生意相对的好做 过硬的维修技术 先进的汽修设备 再加上低成本 这让胡龙辉下定了决心 要在新疆干出一番事业来 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 正当胡龙辉准备 大干一场时 才发现 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汽修厂被卖了 这对胡龙辉来说 是一次沉痛的打击 我们也做过一定的一个检讨 自己有欠缺的地方 可是毕竟道路市场比较大 那么当时 这整个维修环境 也没有那么的丰富 可以说当时 我们在这里是一支独秀 这也是主要的原因 说为什么会在这边发展的原因 总结经验 寻找机会 这是胡龙辉唯一能做的 随后的几年里 胡龙辉再次建立自己的汽修厂 专修进口车辆 由于当时的乌鲁木齐 能够修进口车辆的技师并不多 设备也很落后 胡龙辉很快就扭亏为盈 经过多年打拼 新疆已经成为胡龙辉的第一故乡 离开台湾也二十多年了 新疆这边也有本地的朋友 有内地的朋友 也有台湾的朋友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 也从生活上 那么工作上也是融入为一体 那么久而久之 就觉得说新疆这边 是我第一个家乡了 28年的新疆生活 让胡龙辉逐渐热爱上了这里 也让他感受到了新疆的发展 胡龙辉告诉记者 自己出到新疆时 新疆的工业并不发达 对饮食也很不习惯 而如今 胡鲁木齐高楼伶俐 他也喜欢上了新疆的美食 去年我在那个开发区 经开去万达 我就拿个手机拍那个楼 发到我们台湾兄弟那个群里面 我兄弟以为我离开新疆了 说哥你在哪 你是在深圳吗 在北京上海 我说没有 我在胡鲁木齐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个车的数量也是一样 车的数量93年94年那会儿 古计新疆牌照 这几十万辆都没有 现在我听说都超过130万辆 这两点是最大的变化